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决赛当中 中国女排的对手很可能是泰国女排 后者将与菲律宾队争夺4枪门票 与上一场完胜伊朗女排的首发相比 中国队对阵容进行了微调 自由人位置许佳南坐上替补席 补席与担当首发 其他位置保持不变 上一场大爆发空下25分的小将王亦凡仍在替补席待命 中国女排的首发如下 主公吴孟杰 庄宇山副公 吴明媛 王文涵接应 周叶童二传 徐晓婷自由人 武新与澳大 丽亚女排首发主公 维勒 多德副公 布朗 尹斯基普接应 地平二传 斯蒂文斯自由人 马篮本场比赛之前 中国女排虽然以年轻的二线阵容出战 但四战全胜保持不败 而澳大利亚女排实力有限 一胜难球 因此这场比赛尚未进行 似乎就预知了结果 中国队获胜并无悬念 而能否发挥自身优势 腾扫 甚至吊打对手 才是最大看点 澳大利亚队也是新人主打 棋球队的助理教练是2018比2019赛季曾效力于北京女排的接应对球 第一局中国女排率先进入状态 上来就轰出了5比0的梦幻开局 澳大利亚队利用强攻将比分追成了6比7 周叶同前交叉建功 第一次技术暂停时 中国队8比6领先2分 庄宇山失误 被对手追至8匹 时评之后 徐晓婷拦网建功 周叶同 吴梦杰左右开攻 中国女排16比11拉开分叉 徐晓婷和吴梦杰的发球打乱对手一传节奏 中国队连先进攻高潮 轰出7比0的攻击波 本局已无悬念 随着王文涵的快攻一锤定音 中国女排25比13先拔头筹 总比分1比0领先于澳大利亚 第二局中国队彻底成为了场上的主宰者 庄宇山发扣不断建功 吴梦杰强攻连续得手 开局2比2平之后 中国队迅速将比分改写为10比2领先 澳大利亚队派上主攻雷根救急 中国队也用副攻曹婷婷换下了胡明媛 从16比4到25比8 中国队火力全开 完全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 轻松拿下第二局 已经记录到自己状态与节奏的中国女排 在第三局势不可挡 吴梦杰的发球让澳大利亚队造成卡伦 8比3 12比3 16比5 中国女排已经提前锁定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后半局中国队持续发力 随着王文涵快攻造成对方出网 中国队以24比7轻松拿到赛点 最后时刻吴梦杰一击致命 中国女排25比8单局再次吊打对手 以3比0的总比分轻松横扫澳大利亚 闯进本届亚洲杯的4强 击败澳大利亚队之后 中国女排已经收获了5连胜 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很可能是泰国女排 接下来的比赛才将真正考验年轻的女排小花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